第一个的话一样就是选择练习题 D类按确定就可以 那在C点底下 找到这个PPD 这个D的话呢是练习 就是说题目档 那最后要把它存成PPA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再来的话第一个它要求我们使用大纲 那大纲的话呢 这边有个新增投影片 点下去 点下去特别注意哦 我们把它还原Ctrl Z 要点下面的地方 下面记得哦 不要点上面点下面 这边就有个所谓的使用 从大纲在这里 从大纲插入投影片 这个地方功能 就是我们要的 直接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刚刚有一个在C点底下的一个什么呢 PowerPoint档 Word档 就直接按插入 你会发现它直接就会从Word里面呢 帮我们把这个简报的架构 里面的内容的通通都丢进来了 有没有很神奇 里面就刚刚好 你会发现标题就是标题 里面的内容就内容 通通都进来了 这第一点做完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说呢 以档案 这个档当背景图 那我刚刚有提到背景 你也想说背景在哪里呢 刚刚有提到 设计里面有个叫背景 那背景的地方呢 点下去 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个叫什么呢 填满 那我们是填满里面呢 会有一个什么呢 用图片去填满 那图片的部分呢 是从档案嘛 所以我们可以从 找到从档案 所以要找到这个档案 去找到那一张图档 那张图档 所以呢 那个图档也在系列底下 所以你在系列底下 会找到这张图档 它的名称呢 就是这一个 是这个 这个 Shallberry 好 按插入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 就选择什么呢 我们就选择全部套用 它就会把这个背景图呢 通通都加到 每一张的简报里面去了 第二个部分就完成 呢